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今天彌撒錄不到 沒辦法 但也在跟大家講 我們一直在做大聖有色 《得罪討聞》裏面的呼號 之前已經講了22個大聖有色的呼號 今天第23、24和25個 先後都是繼續 昨天講到第21個開始的時候 已經不是再講當時大聖有色 他在聖家裏面的服務 而我們默想他所做過的 他的崗位 而是他講他 藉著他一生的德行裏面 他死了之後 在教會裏面這2000年來 藉著透過他的祈禱 得到的恩惠 而發覺他在哪些地方呼求他 是特別可以得到恩賜的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是看三個方面 一個就是困難中的救助 一個就是苦者的安慰 以及病者的希望 第23、24和25個 第23個困難中的救助是新的 困難中的救助 拉丁文叫做 Futumum in difficultibus Futumum就是一個援助、一個救助、一個陪同、一個保住我們的崗位 所以在這裏 特別是我們知道 很多的聖人都告訴我們 為著活出在世的使命 特別是要回應天主的召叫 或者在我們家庭的崗位裏面 種種種我們的身份要做善事 所欠缺的或者受到的災難 特別是物質上 一些安排上的事情 大聖律師是特別有 這個代討上面是特別有威力的 在譬如大德蘭 他很多時候 譬如他們想開拓新的忍修院 或者要得到不同地區的主教 願意去認同他的改革 的時候 求大聖律師有很多這樣的困難 都會迎刃而解 亦都有很多其他的聖者 在遭逢很多的不能控制的情況 比如經濟的壓抑 很多的家庭上的物質的缺乏 呼求大聖律師 大聖律師也有幫助 在加拿大我們的聖Andre 在滿地河 當年很愛大聖律師 但是他想服務人 他知道很多病者 透過大聖律師去醫護他們 所以想有一個 朝拜他的祈禱所 他想建立一個很大的祈禱所 但是沒有地 更加沒有錢要蓋 那他為什麼 又是求大聖律師 那這個困難 也是很神奇地 奇蹟地 有地 要地就有地 要錢就有錢 要建築 有很多的物資 人才 就出現去附載 去做這件事 所以在今天 特別在這個疫症下 我們經濟上 在今天的價值觀裡面 我們想建立一個愛主 活出福音精神的家庭生活 還有在人際上 今天的價值觀的衝突裡面 可能會不少受到一些 硬性或者比較軟性的迫害 的排擠 的歧視的時候 我們都祈求大聖律師 相信天主特別 因為他當年保護著聖家 去成就 幫聖母和聖子耶穌 成就到天主給他們的職務的時候 同樣我們 透過他的轉途 都會得到座右 因為我們在這裡 也有求大聖律師 幫助特別是此刻 在今天的疫症當中 困惡之中 遇到物質上的困難 遇到要回應天主上的困難 在社會上 想活出天主的真度的時候 遇到種種的阻礙的時候 求大聖律師為我們開龍 這是第23個 第24個 我們對他的福號 就是 這個 苦者的安慰 Solatium Miserorum Miserorum 特別是說那種悲哀 傷感 那種靈性上 情緒上的 那種屈怨 那種困逼 內在的困苦 流淚 痛苦 身淫 當中 種種的不如意 不能夠 無奈 它是一個 Solatium Solatium 好像一個療養院 一個位置的地方 給我們 Sola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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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的絕望中 困難之中 無奈無助 無出處的時候 有很多人 透過聖律師的祈禱 竟然得到一份的溫暖 一份的保護 一份的力量 一份可以 重拾希望再開始的自信 以及對天主的以求 今天我們都在看我們身在的黑暗 剛才都說過一些 疫症下 那將來怎麼辦 我們的前景怎麼辦 或者今天的教育制度 那怎麼辦 這些錯誤的訊息 甚至連天主教學校都有一些 亂教別人 有關性方面 夫婦方面 家庭方面 或者人的尊嚴 是在於究竟我們做到什麼 還是我們是誰 所以會有安樂社 會有墮胎 很多這些問題侵蝕了 我們的下一代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 那怎麼辦 我們覺得我們很無助 我們很無能力 我們很哀傷 今次也可能會見到 有很多人離開信仰 離開天主 或者是受到一些 潮流身邊的人 的一些分途 而去做出一些 很背離天主 很背離真正的福音 幸福的指南 的生活 而走了很多冤枉路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聽到很多人 為身邊的人 他們的轉化 他們能夠經歷到天主的真實 他們在困難 黑暗之中 可以說 究竟天主去了哪裡 因為我們也藉著 他的呼號 他的苦者的安慰 苦者的安慰 大圣教室幫助我們 當然在祈求當中 祈求大圣教室幫助我們 也都可以與其他的苦者 去以求 從而去跟他們一起 經歷天主的安慰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有個大哥哥 有個養父 圣教室在上面 照一照的時候 跟一跟的時候 會發覺 原來我們都可以 與別人一起去 去產生這一份 以天主的聖明 愛所帶來的那份安慰 知道我不是獨處 我不是孤獨 我不是無助 有大圣教室在住 我們一起去依靠天主 這是第24個 第25個 今天說的就是 病者的希望 Space Aglutantium 病者的希望 Space Aglutantium 當然在疫症下 很多人病 但在這個疫症當中 我深深地看到 正珍惜當時疫症之前 很多時候我們有機會去醫院 安老院 老人院 很多有病人 有老年人 或者有殘障人士 的地方 我們有很多機會 去安慰 去接觸 去鼓勵病的人 未必一定是 我們想進去探望 我們認識的人 很多時候可能 他們同房的人 或者我們去的時候 所遇到的其他病人 或者那些病人的親戚 往往特別是 我們去到這些 多病人的地方 我都經歷過 無論是探病也好 在裡面做彌撒也好 或者種種的原因 進去也好 我都經歷過 有很多意外的驚喜 有機會 發覺 有些可能 天主教徒是離開了很遠 看到神輩 令他想起 可能我都想辦告解 可能都想扶佑 可能都有一些 當年的一些苦痛 想得到輔導 而當中 可以得到一個解放 一個釋放 一個依靠天主 而從而 好好地準備 去面見天主 這家一疫症下 我們經歷到 無論之前封鎖 甚至現在 有限制的探訪的情形之下 我們不可以亂去 和其他人打招呼 和其他人接觸 我們喪失了很多 親近病人的偶遇的機會 甚至現在很多 唐區的教友 未必是病了入院 可能自己在家裡 但是也是因為 很多家人 怕他們高危 也不敢叫親戚朋友來 變成能夠幫助病者的空間 少了很多 我想鼓勵 現在 在這個現況當中 這個病者的希望 都是我們很應該 常掛在口邊 呼喚大聖約室的一個 他的稱號 事實上就是 在教會的歷史裏面 都有很多人 靠聖約室的代討 而奇蹟地医好 我們最熟悉的 有大德蘭和小德蘭 兩個加爾默羅會士 都是在嚴重的病患之中 呼求大聖約室的轉道 是奇蹟地医好 今天 所以我們亦都呼求大聖約室 很多人 以往我們偶遇偶遇 在他們身邊經過的時候 有機會去幫助他們 有機會去扶載他們 有機會去給他們 多一點希望他們 現在我們沒有了 但是其實病人的希望 求你幫助我們今天 好讓他們不會因此 今天少了這個機會 而喪失了歸醫的機會 喪失了獲取天主力量的機會 而因此被孤獨 內心的恐懼 以往的罪和錯誤的纏繞 而令到他們 不以求天主 或者不在平安安心之中 做最後的準備 以迎接天主 大聖約室求你保護他們 綜合來說 今天我們都呼求大聖約室 無論在種種困難之中 內心的哀傷之中 或者身體在疾病之中 我們都知道大聖約室 你在過往都幫助了非常多的人 凡是呼求你 在種種的困難 愛在內在的困難 大大小小之中 你都多次彰顯了天主 對我們那份的安慰和治愈 求你今天 輔助教會裏面 世界裏面 種種有需要的人 大聖約室 為我等期 Amen 在這裡也提一提大家 就是接下來的 星期二日23日 至12月13日 神父就會離開多倫多 這裏多倫多 去溫哥華 三個星期在不同的地方 做講座和備證零收 有其中至少兩個地方 我知道 他同時同步 也有實體 也有在線的直播 在他們個別的渠道 他們的YouTube Channel 神父將近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頻道 給你們的連結 就不會在這個頻道播 就給你一個連結 就會在那裏看到 當時的直播 當然就會在溫哥華時間 但至於 在溫哥華時間 離撒方面 沒有能力可以自己錄 如果有機會在唐區做離撒的時候 就會透過他們的頻道 去播出來 希望有機會可以在大戲中再見面 但是在13日之後 回來多倫多 就會繼續在這裏錄影和播 願主祝福大家 亦都為我祈禱 為我的旅程 和種種的靈修活動祈禱 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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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敦 多倫敦 多倫敦